大家好 养兰花的话语应该都知道 骨粉呢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高凝肥来给兰花使用 可以促进了兰花花芽分化和开花 但是呢 除了用骨粉之外 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呢 比骨粉的这个肥效要更快更好 而且呢 它不仅可以为这个兰花补充足够的凝元素 而且呢 还可以让盆土更加的疏松透气 还可以当作这个质料来使用 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骨碳 什么是骨碳 那么骨碳的话 它其实就是由一些骨头烧制而成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最好选择像一些猪骨 像这种呢 比较大块的这种骨头 然后呢 先用清水把它浸泡一个晚上 将里面的这个盐分的先清除掉 然后我们再来烧制 烧制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不能够烧制的太透 烧制的太透的话呢 会导致里面的这个营养啊 全部消耗掉 然后呢 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少 那么它里面的这个肥分呢 就会降低 所以我们把它烧制好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砸成小块 然后呢 直接在栽种兰花的时候呢 掺在盆土里面 或者是呢 直接在盆土表面呢 给它松一点 然后把这个骨碳呢 把它滚在一起也可以 这样就可以有效的给兰花补充足够的这个淋肥 来促进它花芽分化和开花 而且我们将这个骨炭呢 掺在盆土里面呢 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输松透气的效果 而且呢 还不容易积水烂根 但是呢 大家用量不能够太多 一般的占整个质量的5%到10%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大家在使用这个骨炭的时候呢 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个骨炭呢 它其实不怎么含甲肥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给它适量的补充一点甲肥 比如用一点这个香蕉皮水都可以 那么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给兰花呢 吹花的一个小肥料 那么我们只有用好了这个肥料呢 就能够让兰花的长势更好 更容易抽花芥开花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